今天才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跟着媒体来宣布 但是今天他就已经宣布要来复健 刚刚陈吉麦市长在最后的结论也说 全台湾有其他三条的轻轨正在进行或者即将通车 但是陈吉麦市长没有告诉高雄市民 那三条都不是在人口稠密的住宅区 那三条都是在郊区拉网市中心 而不是经过人口非常稠密 汽机车非常拥挤的路段 所以陈吉麦市长以及他的团队 真的是罔顾民意 不管人民的担心 他就是要强推亲尾二阶 我们认为高雄的民主已始 高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民主胜地 陈吉麦市长不顾民意 他说了算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大声的呼吁 希望陈吉麦市长能够悬挨热马 把所有市民所担心的这几个议题 能够跟市民朋友好好地能够沟通好 再来评估是否复工 我们绝对乐观其成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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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